一早在南投县综合性身心障碍福利复健服务中心的表演听力 传出原住民歌谣的歌声 许多的原住民同胞们正快乐的舞蹈着 现音员石庆龙也活力的舞动 在会场里有许多原住民投射的展示 这次的课程当中有四个族群 百姨族、赛亚族、赛德克族、布农族四族 总共有60名学员参与 指导老师高素贞表示 投射都是运用传统原住民投射与新元素的结合创作出来的 并也传承各族原住民的图屯 那我们的目的是把新的元素注入到 我们传统的元素加起来 让我们的投射更漂亮、更精彩 现音员石庆龙表示 本次课程中运用编织及真锈的方式 结合了新元素所创作出来的投射 不管是推广原住民文化 还是促进艺术学习 都需要再以扩大推广 按照传统的这样的一个 织法或者绣法 来把它制作、学习、制作、完成 那我们也希望 这个部分能够扩大 不管是对我们原住民文化的传承也好 或是说对我们个人或是社区、家庭 这样的一个身心修养 也可以让我们在生活上更为轻松、愉快 能以传统的图屯加上创新的饰品 副委长潘一泉表示 也希望县府原民局对于原住民传统文化的推广 要更加的用心 让更多的人能认识原住民文化 记者 陈坚豪 普理采访报道